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永乐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导读爱因斯坦的名著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在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时间和空间 都和观察者的速度有关 如果观察者速度变了 他会觉得整个宇宙的尺寸和时钟都会发生变化 可是一个观察者怎么会具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改变整个宇宙呢? 我想我有必要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释 比如大家看这样一个图形 这是一个正方形,对不对? 但是假如我把这个屏幕横过来 从一个侧面去看 正方形看起来就像一个梯形 还有你吃过杨桃吗? 从某些角度看,杨桃像一个花瓣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杨桃好像一个五角星 杨桃本身其实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只是因为我们观察的角度变了 杨桃在我们观察方向的头影就发生了变化 在爱因斯坦之前 人们认为空间尺寸和时间长度都是绝对不变的 相对论提出之后 人们才发现真正不变的是四维时空中的时空间隔 而在不同的参考戏下 时间长度和空间间隔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时间和空间不过是一个四维时空间隔的两种头影而已 我们一旦运动起来 实际上是改变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 自然就会发现时间和空间都变了 为了解释清楚这件事 我们需要使用明可夫斯基四维时空的概念 在这本小册子里 爱因斯坦把这一部分放在了 狭义相对论的结尾 广义相对论的开头 虽然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 并没有参考这个观点 但是后来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所有人都承认 必须使用明可夫斯基时空 才能清楚地理解相对论 赫尔曼明可夫斯基是一个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 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后来父亲带着三兄弟搬家到哥尼斯堡 大家听说过哥尼斯堡吗 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城市 坐落在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和立陶宛中间 现在是俄罗斯的非地加里宁哥勒 这里诞生了七桥问题 也诞生了数学家希尔伯特和哲学家康德 康德被认为是苏格拉底、波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 最有影响力的西方思想家 而希尔伯特则是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数学家 明可夫斯基三兄弟都非常优秀 大哥子成父业成了优秀的商人 二哥就是发现胰岛素和糖尿病关系的胰岛素之父 奥斯卡·明可夫斯基 而赫尔曼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 被誉为神童 所以三兄弟在当地都十分有名 1896年明可夫斯基来到瑞士的苏黎市理工学院工作 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态斗 爱因斯坦 只不过在那个时候 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经常逃课的大学生 明可夫斯基很不喜欢爱因斯坦 斥责他是一条懒惰的狗 在1908年的一次演讲中 明可夫斯基提出了四维时空的概念 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三维的 但是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我们要描述一件事 比如和朋友相约去电影院 或者是遥远的星球爆炸 不光要说出地点 还要说出时间 所以描述一个事情所需要的要素 除了三维空间坐标之外 还需要加一个时间坐标 这样一来 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就构成了四维时空 假如有一个原子在空间中运动 我们当然可以在空间坐标系中 画出它的运动轨迹 但是这条轨迹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在某一个时刻原子到底在什么位置 如果我们在空间坐标系中 再增加一个时间维度 把这个原子每个时刻的位置画出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条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原子轨迹 那么这条轨迹就叫做世界线 当然了 物体如果不是原子 而是一根杆 它一边在空间中运动 一边感受时间的流逝 那么杆上的每一个原子的世界线组合起来 在四维时空中就会变成一个面 这叫做世界面 如果物体是一个薄膜 那么每一个点的世界线组合起来 在四维时空中的轨迹就是一个立体 这叫做世界体 当然了实际的物体都是三维的 在四维时空中会留下一个四维的轨迹 世界面 世界体 或者是四维轨迹 其实都是由世界线组成的 我们就统称它为世界树吧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空间位置和时间都在不停的变化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都是在四维时空中画出了世界树 而且由于我们会不停的接纳一些外界的原子 比如水 空气 食物 也会不停的排出一些原子 比如粪便 头发 指甲 那你会发现许多周围原子的世界线 一会儿和我们重合 一会儿又离我们而去 等到我们死后 尸体燃烧或者腐烂 所有的原子 除了后人为了纪念我们 而留下的部分骨灰之外 都会分道扬镳 四下弥散 进入宇宙的新循环中 明可夫斯基思维时空为物理学家们研究问题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人们可以使用几何观点来解释运动问题 举例来说 我们通常认为太阳系中的太阳是不动的 地球是围绕太阳运动的 三维空间中看到的情景的确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在四维时空中理解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太阳虽然在空间上不动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太阳会在时间轴上运动 太阳的世界线是一条平行于时间维度的直线 地球呢 它一边围绕太阳运动 一边也在感受着时间的变化 所以地球的世界线是沿着时间轴盘旋的螺旋线 我们可以使用明可夫斯基思维时空 来说明一下时空的变化 比如在加莫夫的《从一到无数大》中有一个例子 上午9点21分 纽约的一家银行被打劫了 9点36分 一架飞机撞上了帝国大厦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假设它们发生在同一条马路上 银行距离我们有10个接口 而帝国大厦距离我们有20个接口 这样在我们看来 两件事的空间间隔就是10个接口 而时间间隔是15分钟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四维时空图 两个事件可以表示成四维时空图上的两个点 两个点分别向时间轴和空间轴做投影 投影的长度就是它们的时间间隔和空间间隔 现在假如时刻是9点整 我们坐上汽车向着帝国大厦的方向 匀速的运动 速度是每三分钟一个接口 在9点21的时候 汽车已经驶过了7个接口 银行在第10个接口 所以汽车上的人会认为 抢劫银行这件事 距离我们有3个路口之远 在9点36的时候 汽车已经驶过了12个路口 帝国大厦在第20个路口 所以我们会认为飞机撞大楼这件事 距离我们有8个接口 你看啊 在汽车的参考系下 两个事件的空间距离已经不是10个路口了 而是8-3等于5个路口 这就是空间的相对性 在原来的四维时空中 我们可以画出汽车的世界线 随着时间的增长 汽车的位置在均匀的改变 汽车的世界线变成了一条倾斜的直线 其实这就是汽车参考系的时间轴 相比于我们静止不动的时候 发生了清醒 坐标系似乎也从原来相互垂直的时间和空间轴 变成了一个V字形 现在你可以从A点和B点 向空间坐标轴上做投影了 你要注意 由于汽车参考系时间轴发生了旋转 当我们要做空间投影的时候 要画出平行于时间轴的线 让它与空间轴相交 你很容易发现在汽车参考系下 A和B两个事件的空间间隔正好是五个接口 不过如果我们用这种办法去解释的话 有个问题又说不通了 两个事件的空间间隔发生了变化 但是时间却丝毫没有变 依然是15分钟 我们刚刚不是说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吗 为什么换了参考系 空间间隔变了 时间间隔却没变呢 这是因为刚才我们做的旋转还不够 在时间轴旋转的同时 空间轴也会发生旋转 而且当时间轴顺时针旋转的时候 空间轴会逆时针旋转 奇怪在汽车参考系下 时间轴和空间轴怎么不再垂直了 还有凭什么时间轴顺时针旋转 空间轴就要逆时针旋转呢 要解释清楚这些问题 还要用到许多的数学知识 咱们暂且接受这个奇怪的结论吧 等大家以后上到大学就知道了 你看这就是在汽车参考系下看 新的时间轴和空间轴了 我们再把银行大结案和飞机撞大楼 向新的时间轴和空间轴上投影 就能得到在汽车参考系下 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间隔了 你会发现呢 它们的时间间隔将不再是15分钟 而空间间隔既不是10个接口 也不是我们刚才说的5个接口 其实无论是银行大结案 还是飞机撞大楼 两个事件在四维时空中的位置 从来就没有什么变化 它们的四维时空间隔 可以理解成AB之间的线段长度 其实也没有变 只是因为我们从站在地上 变成了坐在汽车上 观察者的参考系变了 造成了坐标轴的旋转 所以事件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的投影 发生了变化 我们才会感觉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 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打一个比方 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不会变的 但是由于每个历史学家所处的阶层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很可能对同一个历史人物 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你看是不是和相对论有点像啊 侠义相对论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从下一期开始 我会带着大家了解一点广义相对论的知识 关注我和你一起漫谈相对论